各位观众我们关系立法院的最新消息 我们立法院长韩国瑜呢 今天是准时上班了 那不过准时上班之外呢 他的办公室外头呢 是形成了一连串的这个祝贺华海 那除此之外呢 在今天的中午十二点 韩国瑜的专属春联终于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龙耀吉庆 那么据了解呢 这个韩国瑜春联在两三天呢 是积极的赶工 那么呢预计呢 这个分数额是高达了将近两万份 这么的多 那么据了解 韩国瑜很有可能将在农历春节的这个过程当中 将会到各地来发放他自己的专属春联 我们来申请一下 国民党的一位怎么说 我希望这个韩院长到时候也可以来我们这里走春 帮我们跟我的一起联合合体 我这个是翔龙宪瑞 他是农耀吉庆 对 我是翔龙宪瑞 他农耀吉庆 但是我想因为我们新人更有诚意 所以我这只有三百份 因为是手工的手写的 所以欢迎大家来领取 那韩国瑜的专属春联正式刊登出来之后呢 当然很多的立委办公室也纷纷上院长室这边来索取他的相关春联 那我们可以知道呢 因为有非常多的民众还是非常喜欢韩国瑜的 那么呢如果说接下来韩国瑜如果可以到各地走透透的话呢 那确实让不少的民众也是相当的期待 希望能亲手拿到韩国瑜精心准备的春联 来给大家过个好年 那么声音为您掌握到最新消息 再把闲镜头交换给彭内主播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静好新闻 请订阅明 dopamine